香港入境处身份证预约办理已经排到了12月 太魔幻了 两年前申请香港硕士的陆路 怎么也没想到 如今在深圳 身边三分之一的父母都在考虑申请中国香港身份 而曾经被嘲笑的水硕 也作为一种获取身份的途径 被一抢而空 香港身份的各种红利中 内地中产家庭最看重的是孩子升学的新可能 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学生 有机会低分考入内地985211大学 这在网上一度被称为普娃逆袭的首选之路 担心阶层滑落的危机感 驱使着一些家长寻找出口 在后浪研究所访谈的父母中 211毕业的陆路 有些孩子会沦为深圳中考分流的50% 北漂了20多年的Lillian 为孩子升学路上没有北京户口而发愁 杭州的郑先生 在女儿不到一岁时 就开始考察周边的国际学校 却因为不是外籍身份 被拒之门外 最终他们都选择人到中年 去香港读研 通过机自己给孩子的教育换条赛道 受疫情三年的影响 香港宣布了优才 高才等多项人才引进计划 但优才 高才的申请门槛并不低 年薪高于250万港元 或者有全球百强大学学士学位 还是把一些家庭挡在了门外 去香港进修从而获取签证 就成为一种热门的替代选择 但获批签证还只是移居香港的第一步 要获得香港永居 需要在港待满七年 按照香港立法会 2020年发表的全球争夺人才研究简报显示 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 获批签证的内地人才中 只有12%在香港工作 居住满七年 最后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这条移居之路并不好走 香港生活的高成本 七年中政策的不确定性 还有一个家庭重心的完全转移 都考验着一个家庭的决心和资本 Lillian是较早一波下定决心走这条路的人 她到香港读研 已有一年时间 今年9月她计划接女儿到香港读书 等到11月拿到毕业证后 或许考虑留在香港创业开公司 在香港 她努力谋划女儿的升学之路 也探寻着自己四龄家的人生价值 后浪研究所好奇 Lillian为何有勇气在时代风口下 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在这个北京家庭的教育迁徙路上 又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 以下是Lillian的讲述 这么折腾 图啥 2022年1月 在38岁这年 我递交了香港都会大学的硕士申请 决定重返校园 我在北京互联网大厂工作了15年 年薪可观 房车双全 但疫情之后 很多事情变得不可控了 近四年晋升停滞 工作缺乏挑战性 让我感觉每一天都在消耗自己 有时也会想努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去香港读书 既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孩子 2018年 7岁的女儿面临小学择校 我们全家从昌平搬到了海淀 租了个有学位的房子 每月房租8500元 我比较看重英语教学环境 给女儿申请了一所私立外国语学校 一年学费600元左右 海淀圈太卷了 有的父母全职陪读 为了孩子能进六小强 海淀小生初十的六所重点中学 参加各种竞赛 我一直认为 学习是女儿自己的功课 从来没给她报过于树英培训班 更多是培养跳舞 乐器这些兴趣 还有夏令营活动 每年教育总投入 至少要20至30万元 没有北京户口 是每个北漂家庭 都逃不掉的现实难题 我也挺发愁的 这意味着 女儿在小学五年级 或是初二的时候 要么回原级读书参加高考 要么上国际学校将来出国 有些父母会去弄个天津户口 在我看来都不是最优解 朋友全家前几年移民去了新加坡 孩子从小接受精英教育 毕业后接轨海外名校 我确实心动了 但转力一想 距离北京将近4500公里 人生地不熟 父母去陪读无法工作 整个家庭的牺牲太大了 一时间仿佛陷入了僵局 我只好寻找新的升学出路 2021年 我和保险代理人聊到了子女教育问题 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香港作为一座国际化都市 护照免签168个国家和地区 个税上限17% 特别是优质教育和医疗福利 完美契合内地中产家庭的需求 而且北京直飞香港 只要三个半小时 语言和生活习惯也更容易接受 我查了相关政策 父母只需要读一年全日治香港硕士 获得香港签证 这期间 未满18周岁的子女 作为受养人 可以一同来港和香港本地生享受同样的免费公立教育 投资回报率很高 当时我周围的信息相对闭塞 后来入读香港都回大学后才知道 广东的中产家庭 一般在孩子小学四年级前就开始规划香港身份了 父母一年港说毕业后申请ING签证 再满六年就可以转为香港永居 为的是赶在高考前 孩子能以永居身份参加DSE考试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也称香港高考 不仅可以凭借DSE成绩申请香港公立大学和全球300多所海外名校 还能低分入读内地985和211大学 我这个人怕麻烦 也为了少走弯路 花9万元找了中介递交申请材料 因为工作偏市场方向 选择了MBA专业中文授课 没有年龄和学历限制 一年学费28万港币 去年二 三月线上面试 很快就有了反馈 去年四月收到offer的那天 我正巧在星巴克 整个人非常冷静 迅速画了个思维导图 从家庭 工作 生活和子女教育这四个方面 去权衡利弊 结论是我值得迈出这一步 事实上 帮女儿挣脱高考教育内卷 切换国际化赛道 只是一方面考量 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 舒适倦待久了 也想借着去香港读研的机会 看看外面世界的变化 未来职业发展有哪些机遇 顺带还能提升学历 但那时 香港因为疫情原因还没有通关 谁也无法保证多久之后才能回家 亲戚朋友都不看好 问我们都这把年纪了 图啥呀 起初老公很支持 后来也有点摇摆 我还是很坚定的 向学校递交了来港就读申请 等到七月 我的学生签证办好了 香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我其实心里也没底 但总要亲自走一遍 才能明白其中滋味 在家庭规划上 我和老公达成了一致 未来一年 我去香港读研 他留在内地工作 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女儿一直很独立 我们简单聊过 妈妈为什么去读研 对她会有哪些受益 看到爸爸妈妈为了生活 事业打拼 我相信对女儿也是个榜样 去年八月下旬 我给女儿转学到了海淀一所寄宿学校 老公长期出差 实在没法照顾女儿的生活和学习 我花了五天时间 赶在开学前 给女儿办理好了五年级插班插班 心里可算是踏实了 从此 我们一家人 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 不断努力 痛 并享受 2022年9月6日 香港入境事务大楼 早上五点二十分 我准备起床 去办理香港居民身份证 刚到香港什么都不清楚 也没有提前预约 只好去现场碰碰运气 不到六点三十分 我前面已经有十位在等候办理 我真实感受到了香港身份的火热程度 MBA专业22Fall 大概有300多人 其中70%至80%来自广东深圳 整体年纪呈现阶梯状 有刚毕业 想要提升学历的年轻人 也有50多岁财富自由的企业家 闲着没事来读个书 为了孩子来读研的父母 也有不少子女教育话题 总能快速拉近彼此的关系 我发现 深广父母 其实是把香港当作通往加拿大 澳洲的跳板 而北京父母 更多渴求一条 进入香港名校的捷径 出发点或许各异 但他们都有一点共识 给孩子的未来 拥有更多选择 很多人同时申请了 三四所学校作为备选 而我完全不知道其他学校 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冒险了 同时也很庆幸 据说 今年香港都会大学硕士的报名门槛 被卷到了新高 博士 双硕 海外名校生扎堆 网上也有人吐槽 二一一学历被拒 竞争压力 肯定是不小 人到中年 重返校园 身份转变的粗不及防 我很难静下心来 人坐在教室里 脑子里想的 却是工作和家庭 恍惚间还以为是外出参加培训 这种错乱感 持续了一个多月 MBA的课程安排很紧凑 时间不限于周中周末 有时会邀请国外老师 在七至十天内集中上大课 老师操着一口港土 一天基本上六个小时 还有总结的小课穿插在其中 我只能把所有杂事都抛掉 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要说读研期间最痛苦的事情 那一定是写作业 查资料 做PPT 熬到后半夜 也是常有的事 我工作时都没这么拼命 渐渐的 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很多人调侃 一年至港朔太水 实际上 MBA专业有很多海外交流学习的机会 课程里也设置了大量商业案例 需要小组讨论 过程中不断激发我的主动意识去学习 而不是被动灌输一些死板的概念 也让我看到了北京 香港两地教学方式和理念的不同 根据香港政策 一年至港朔拿的是学生签证 这期间我无法工作 家庭收入直接减半 但老公也没有抱怨过赚钱压力好大这种话 来香港之前 我们大致估算了这一年的开销 读研学费不到30万元 衣食住行算50至60万元 加起来大概80至90万元 还在整个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内 也能保证两地的生活品质没有降低 在香港生活 房租绝对是开销大头 我在街沙嘴常租了一家酒店式公寓 大概40平米 每月2万港币左右 肯定没有北京房子宽敞 好在是拎包入住 一个人住也还算舒适 香港的消费水平要高于北京 这一点我是有心理预期的 但是看到超市里一个土豆要15港币 也还是相当震惊 我身边很多父母至今还在观望 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消费太高 可在我看来 我现在花的每一笔钱 长远规划都是为了子女教育做投资 之前有人推荐 我花150万买个北京户口 或是购置200万房产移民希腊 我都否决掉了 不想把家庭的未来置于如此高的风险当中 脱离了之前在北京大厂快节奏的工作模式 在香港的生活挺踪持 也富有烟火气息 让我整个人慢了下来 同学也很感慨 说我没了刚开学时肉眼可见的疲惫状态 短暂逃离职场和家庭的gap year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教育焦虑 在香港读研的这段日子里 我几乎每天都会和家人视频通话 聊聊女儿在学校的生活 老公的工作 也会分享我在香港的所见所闻 2022年12月 趁着北京学校居家上网课 我给女儿办理了数养人签证 并顺利拿到了香港身份证 进退两难 对于女儿的教育 我的规划是让女儿尽早来香港接受教育 高中毕业后目标港八大 等到硕士时 再按照她的喜好选择国家和学校 我在电话里和女儿说了这个想法 我们沟通很顺畅 并约定今年9月转到香港读小学6年级 等到6月底内地期末考试结束后 就来飞来香港参加插班考试 今年6月 我提前半个月开始准备女儿的简历 我觉得教育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很大 比较倾向香港的职资 私立 官吏 资助学校 学区选择九龙 港岛 沙田 优先一条龙升学 一共筛选出126所学校 符合以上条件 我原本心里很有把握 可是没想到香港很多学校不接受小六插班 香港小学生需要在五六年级 共参加三次成分试 取平均成绩作为升中参考 如果缺少一次考试成绩 面对名校派位就没了优势 很多人给我出主意 让女儿降到香港五年级 花一年时间适应环境 同时学习英语和粤语 我认真问过女儿的想法 她有点抗拒和低年级小朋友同班 还可能会被嘲笑 还有一种方法是找教育局派位 只能保证有学上 但是学校质量是未知数 进退两难 我那时心里特别着急 不想因为自己的疏忽 或是懒惰影响女儿的未来 最终决定挨个学校扣门 我打了一圈电话询问 只有25所学校接受小六插班 等待考试通知的那几天 我设想过最糟糕的结果 香港的插班考试很灵活 可以先读一个普通学校 如果女儿实在跟不上进度 今年11月的成分是成绩不理想 再去插班 小五也来得及 7月初 女儿飞来香港 一共参加了6所学校的插班考试 考试形式各不同 有面试 有笔试 有的还需要带着家长一起面试 大概一周之后 就能知道录取结果 第一场考试 在一所英文学校 考察科目包括中 英 数 每科只有半小时作答 女儿刚来还不适应香港考试节奏 没答完题 除了中文试卷是繁体字 其余试卷都是英文 女儿觉得中文和数学试卷都比较轻松 虽然两地课程体系完全不一样 但是内地学生从小扎实的基础 在香港还有优势的 唯一不太适应的是英文试卷 出题方式和内地差别很大 难度也略高 来港考试半个月 女儿收到了五个学校的offer 有官吏 私立 和直资学校 我也觉得 当初坚持不降级的选择是正确 还是得摸清孩子的自身水平 再做决定 虽然因为英语科目上的短板 我们错失了最想去的那所直资学校 不过最终 我们做出了满意的决定 选择了一所排名靠前的官吏学校 除了英文课和中文课 其他是粤语授课 对于香港学生来说 学费全免 只有书费校服等学杂费 一年5000港币足够了 对口的中学我也很满意 关于女儿在香港的教育成本 我算过一笔账 发现香港本地生的教育优惠 可以一直持续到大学时期 我听香港朋友的孩子说 他上大学 一年学费几万港币 住宿费7000港币左右 而同校的内地同学 来香港上学的话 一年学费至少要10至20万元 宿费费更是高达4万元左右 这样看来 虽然我前期读研要投入一大笔钱 但从长远角度来看 是在为女儿的升学之路节约成本 万幸的是 我还躲过了北京小生出考试 否则肯定会被扒掉一层皮 今年8月底 MBA课程基本上结束了 11月就能拿到毕业证 女儿插班考试期间 我也忙着赶作业 没时间带女儿到处逛逛 都是她自己去图书馆 科技馆 她靠自己看图书馆借的书 漫卖也认识了大部分繁体字 学的比我当初快多了 最近在楼下游泳时 还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我问女儿 最近在香港感觉如何 她说很喜欢香港 也期待未来在这里生活 赌局与底台 将人生下半场压住在香港 究竟是孤注一掷 还是深思熟虑 我老家在内蒙古的一个三线小城 大学读了个普通本科 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回了老家 当时的工作待遇 确实极具诱惑力 但这种一眼看到六十岁的生活 让我感到窒息 我发誓一定要走出去 有了女儿之后 家里人总是劝我说 你在北京待不长 挣再多钱也没用 不如早点回来 孩子在内蒙古高考也容易 我听了之后挺扎心的 女儿从小在北京生活 老师不会要求死记硬背不理解的文言文 每天很开心的就把知识学了 和内蒙古的应试教育截然不同 如果把女儿转回老家上学 她会有心理落差 等到高考那天 很可能连一本线都够不上 我自己是顶着高考压力熬过来的 毕竟多年打拼 终于有了安稳下来的资本 虽然不要求女儿未来一定要比我优秀 但如果女儿还是重走我的老路 那我在北京这二十多年岂不是白杆了 一提到香港身份的红利 很多父母第一反应就是 可以低分上岗八大 内地酒吧有二分之五一一 中介也嗅到了商机 对外宣称三五万块钱 可以找香港公司挂靠 搞定七年工作签证 在网络的造势下 给人一种错觉 获得香港永居这件事好像很简单 对过程中的风险却不甚在意 实际上七年香港永居之路风险重重 每走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我女儿去年十二月拿到受养人签证 到高考那年的一月 刚好满足七年在港时间 提交香港永居申请 预留二至三个月时间审批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闪示 如果顺利的话 就可以在高考前拿到香港永居身份证 香港海外内地这三条路都可以选择 最大的不可控因素就是香港政策 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近几年香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放宽了优才高才的政策 很多人会钻空子 导致审核也变得更加严格 我听说今年很多父母办理受养人签证被卡 原因之一就是孩子没有来港上学 还有中介会拿一间房子 同时签约好几个人入境处统统拒签了 另外对于在港时间也更加看重 有些家庭的生活和工作重心还在内地 想找个香港保险公司挂靠 或是香港公司外派到内地工作 每年往返居住几天 以保证和香港建立联系 目前看来也是行不通了 风险往往和机会并存 我认为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七年之间我能做的只有时刻关注香港政策 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去调整 不过我相信女儿在香港读书就是整个家庭与香港建立联系的最有力证明 在高考前拿香港永居当然是最优方案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和焦虑 极烈失败 我这几年一直保留香港签证 还是可以参加DSE考试申请港八大 没有改变我最初的目标 今年五月我回了趟北京 曾经和我一样苦恼 没有北京户口 对于未来迷茫的父母 他们知道我去了香港之后 都来联系我 我知道他们其中也有人考虑过这条路 但是真正迈出第一步的人 还是挺少的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我也非常理解他们的顾虑 曾经我也没有勇气 抛下在北京基散的一切人脉 资源固定资产 换个城市从零开始 现在再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舍财有得 尽管我和家人在香港 没有根深蒂固的背景 但是我多年的工作经验 以及个人能力 包括整个家庭的积累 都是敢于重新开始的底牌 对于香港而言 内地互联网大厂的招牌依旧响亮 未来两地融合会更加深入 而我有了15年工作经验 和学历的加持 或许会收获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而且最重要的是 香港对中年职场人很友好 当我不经意又露出对年龄的焦虑时 周围人还会来问我 为什么那么在意年龄 40岁代表着更有价值 也让我对于重感职场更加自信 女儿的升学问题解决了 我对北京户口 工作 甚至是房子 也没那么多执念了 原本我觉得 有房子才算有家 现在我也能接受 在女儿学校附近租房 北京房子也可卖可留 今年上半年 香港通关之后 我回了趟内地 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 一切正在逐渐步入正轨 老公短期内 还是会以内地工作为主 等到女儿来香港上学后 我也重新回归职场 有了稳定的收入 她在考虑 来香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未来的结果是好是坏 我现在也不敢保证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在确定了家庭布局大方向后 中间不会设定太多的调查框框 去影响我前进的脚步 在不断调整 纠错的过程中 我会向着最终目标 努力靠近 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 Lillian 录录为化名